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三星电子近期宣布,准备在2025年初,推出自家AI加速器晶片Mock-E。 但是这款晶片并不会与辉达、AMD等公司的AI晶片进行竞争。 因为其主要面锁定的边缘运算领域的推理加速需求。 据韩国媒体C-Daily报道,三星Mock-E是基于专用机体电路ASIC设计,专注于提供专用于边缘侧的推理加速,并且不会配备HBM高频宽记忆体,而是采用LPDDR记忆体。 因为边缘运算,通常不需要那么大的频宽,以便降低功耗和成本。 据悉,与现有设计相比,Mock-E能将推理所需记忆体频宽大幅降低约0.125倍。 三星电子设备解决方案部门主管Kai Hengkeng表示,Mock-E晶片设计已通过了FPGA技术验证,目前正进行系统晶片SoC的物理定型阶段。 它保证,晶片将在年底前准备就绪,明年初正式推出由Mock-E晶片驱动的人工智慧系统。 三星Mock-E目标不是语如AWS Training或NVIDIA H100等面向云端的高效能AI处理器竞争,而是定位于需要低功耗、小尺寸和低成本的边缘运算市场。 不过,Mock-E仍可能与AWS Information等其他面向推理的解决方案竞争。 除了开发Mock-E晶片,Kai Hengkeng还表示,三星积极参与更广泛的人工智慧半导体开发工作,并与美国西股建立专从事通用人工智慧AGI研究实验室。 目标是开发能满足未来AGI系统处理要求的新型处理器和记忆体技术。 与此同时,三星想要保证这些晶片的良率自然离不开工艺的提升。 有消息称,三星电子正在与应用材料公司合作,希望减少集子外EUV工艺步骤的数量,如果成功,将有助于降低半导体生产成本。 韩国业界表示,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EUV工艺,预计许多公司将开始投资减少EUV工艺步骤的技术。 业内消息人士称,三星正在尝试与应用材料公司合作,以减少4奈米的工艺步骤数量。 这将主要通过应用材料的Centura Sculptar图案化系统来实现。 该系统于2023年开发,旨在减少EUV工艺步骤。 Centura Sculptar是一种图案成型系统,可帮助客户减少曝光时间。 应用材料在2023年2月表示,曝光技术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昂贵,新技术方法可以减化晶片生产流程,同时减少浪费和环境影响。 应用材料声称,Centura Sculptar可以将每片晶圆的生产成本降低50美元以上。 业内人士认为,减少工艺步骤可以节省EUV生产成本并提高良率。 据了解,三星从一开始就与应用材料就流程缩减技术进行合作。 与深紫外DUV相比,EUV工艺的波长更短,主要用于10奈米以下系统半导体中的曝光或10奈米级DRAM中的超精细电路。 单次EUV曝光变得越来越困难,导致效能限制和挑战。 半导体行业采用多种图案化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,其中涉及多次EUV曝光。 然而,随着多重图案化的增加,额外的工艺被增加,导致制造成本上升。 三星、英特尔和台积电已与应用材料公司合作,已利用新技术的优势。 特别是随着领先的代工厂将越来越多地部署2奈米以下的工艺,工艺简化技术预计将在先进半导体制造中获得更多关注。 此前有知情人士称,三星代工决定将第二代3奈米制造工艺SF3重新命名为2奈米工艺SF2,因此需要重新与客户签订合同。 这意味着,三星希望简化流程命名,并试图更好地与英特尔代工厂竞争。 英特尔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自认为等效业界2奈米级的Intel 20A工艺节点。 三星于2022年秋季公布了到2027年的制程技术路线图,列出SF3E、SF4P、SF3、SF4X、SF2、SF3P、SF2P和SF1.4等多个节点。 不过,自2024年初以来,三星已通知客户其路线图的变化,并将SF3更名为SF2。 据报道,该公司甚至于打算使用SF3生产节点的客户重新签订合同。 消息人士称,三星电子通知他们,第二代3奈米名称将改为2奈米。 去年与三星代工签订了第二代3奈米生产合同,但最近修改了合同,将名称改为2奈米。 三星计划在2024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基于SF2的晶片,除了更改名称外,在工艺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。 虽然这一信息并非直接来自三星官方,但它证实了今年早些时候出现的传言,即三星将在2025年为一家日本初创公司生产一款使用2奈米工艺技术的人工智慧AI晶片。 三星的SF3技术使用,GAA电晶体,三星将其称为多桥通道场效应电晶体,MBC-FET。 现在为SF2的原SF3不支持背面供电,DSPM,与英特尔的Intel 20A制程技术相比,这是主要的缺点。 Intel 20A制程技术引入了GAA电晶体和背面供电,以获得更高的效能和能效。 另外,知名爆料人Revenus通过社交平台X爆料称,三星的三奈米制程量率一开始虽然只有10%至20%,但最近量率已经拉升至原来的三倍以上,即量率最高已经达到了60%, 未来整体表现有机会追上台积电。 虽然目前三星三奈米GAA环绕炸机制程量率大幅提高,但依旧低于使用现有骑士长效MFET制程的台积电三奈米工艺。 但三星对其第二代三奈米制程期望甚高,据传其Performance,Tower,Area,即代表效能,功耗及面积的PPA表现出众, 有传门暗示可以赶上台积电的N3P。 报道人表示,消息人士透露,三星三奈米制程的能源效率,Power Efficiency, 逻辑区域,Logic Area都比上一代的四奈米,FinFET改善20%至30%。 三星晶圆代工事业总裁崔世荣,C-Yang Choi在3月下旬在年度股东大会表示, 虽然英特尔开始谈论1.4奈米制程,但三星集台机电也都有相关制程规划。 他说,客户需要的是能稳定供应,产品具竞争力的晶圆代工商,三星4奈米制程的良率已成熟。 崔世荣还表示,三星第二代三奈米制程,预计今年下半投产, 二奈米制程的投产时间则是明年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